很高炒 好 拿手絕火甩得藝人捧恰恰 差點失了繩 近日話題性十足的炒飯妹林童 跟Pong為購物中心站台秀廚藝 吃喝醬 吃喝醬 炒飯多了一點人的香味 儘管燙口還是火速扒完 因為要吃林童的炒飯越來越難 近期身體不適 還要照顧媽媽蠟燭兩頭燒 已經站離樹林熱炒店 昨天晚上我好像也有收到消息 就是好像會增加近愛令的部分 因為就是像我昨天說的 可能會有一些求婚的訊息之類的 然後在這一邊呢 我的經濟比較擔心一點 所以他決定要先給我下一個近愛令 一年近愛令調養身體 但粉絲依依不捨傳私訊 內容實在露骨 還有人直接打他IG上電話 千萬別做會絕望 是打他的不是打我的 所以在這邊也要跟大家 如果你們打那支電話的話呢 不會是女生的聲音 所以不用再嘗試了 彭恰恰帶著林童開心購物 不時開自己玩笑 近期也在臉書宣布 面臨人生重大決定 好事好事好事 好事了 工作上的事情 對了好事賣完了 什麼時候才能公布 連假玩吧 好事卻保密到家 但好友林秉文分享 已經有50%進度 就等彭恰恰體力完全恢復 兩個話題人物同台 但身體各自有狀況得調養 碰個備戰音樂劇 林童炒飯得暫停 三星我許叫我兩把